台北一年四季有非常多活動 台北市觀傳局透過說明會宣傳給大家 年初是節浪漫的陽明山花季 還有台北燈節花瓣野餐 開啟戶外生活序幕 接下來海玉季繡球花季台北開摘節 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 讓民眾精彩遊玩不間斷 那當然明年的生效是蛇年 那我們的燈節也會以蛇來運轉 為主題 從明年2月2號星期天開始活動 一直到2月16號 一樣是在星期天活動結束 那除了台北燈節的正式活動之外呢 為了增添過年期間的氣氛 營造出一個喜慶熱鬧的光環境氛圍 還會從1月24號開始 提前在燈區打造出一個 張燈節彩的城市光榔布置 一直到燈節結束為止 是2025年的花瓣野餐的活動 這個活動我們預計會在明年3月份的中旬呢 會在大安森林公園舉行 那它不只是一個野餐活動 我們除了希望可以鼓勵民眾呢 就是荷甲走出戶外來一起呢 就是親近大自然之外 另外還有許多有趣的體驗活動 像是小朋友他們最喜歡的 就是這個雙語說故事 還有像是飼養寵物朋友們 最喜歡的呢 就是寵物訂立賽 那另外就是呢 明年的這個活動的規劃呢 我們有一個 就是配合雙北市狀運的這個活動呢 我們也會提供許多運動項目 來讓民眾做體驗 明年的這個活動 我們還規劃了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我們想要請呢 家中的這個長輩 也就是阿公阿嬤呢 都能夠來一起參與我們的活動 所以呢 我們到時候會規劃一個就是 三代同堂的戶外攝影棚體驗活動 希望可以呢 來幫助民眾呢 捕捉這個全家出遊的一個 就是珍貴的畫面 我是鼓掌王朱榮 那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海域祭跟繡球花祭 那海域祭跟繡球花祭 其實在它的前身 在阻止火的前身 其實是農業生產的 然後其實在七十年代之後 慢慢轉型為觀光農業 所以研發成為現在的 珠子湖跟珠子湖海域祭 跟繡球花祭的這個產業 那其實我們這 我們今年 去年就是跟海域祭跟繡球花祭 也一起來合辦 那現在台北市成為 它是我們第三個休閒農業區 那占地面積大概有96公頃 那台北市最大的 純白海域田就在我們北投珠子湖 這個是我們台北營運 尾澳的一個地點 2025我們最具代表性的活動 就是我們的台北燈節 那這個台北燈節 已經打出了一定的口碑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朋友 像去年創造了500多萬的這個訪客 那所以我們今年會繼續努力 讓這個花節 讓這個燈節可以做的 讓大家可以驚豔 那另外我們公園處的台北的花祭 其實從陽明山開始 一年四季都有 那明年上半年也有很多 像海域節 繡球花節 還有杜鵑花節等等的 其實非常的多 那另外我們在四月份 也會有一個開災節的活動 然後有全民的野餐活動 所以明年上半年的活動 也非常的精彩 那歡迎好朋友們 都到台北 到走出戶外 到每一個地方去參加 我們每一個精彩的活動 除了多元大型活動 和豐富的自然景觀 台北還擁有超過40處的 室內場館景點 像是台北101 松山文創園區等 還有北市雙層餐車等體驗 搭配便利的交通系統 與優惠票券 四處遊覽 經濟又實惠 我們今年從10月開始 來介紹明年上半年活動 就是希望所有的旅行業者 旅館業者 還有在辦旅遊的朋友們 都能夠知道台北明年的活動 詳細的時間在什麼時候 那內容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辦這樣一個說明會 那如果不方便到現場來 即使在我們台北旅遊網上面 就可以查到我們的旅遊年曆 在年曆上就可以看到我們台北一年四季 所有的重要活動的內容 那所以我們歡迎朋友們 可以到每一年的10月 或每一年的4月來參加我們說明會之外 可以隨時來看我們台北旅遊網上面 即使最新的訊息 因為這麼多的活動 就是希望帶動周邊的一些商圈的熱鬧 那所以我們其實透過這個活動來的 包括我們的旅行業者旅宿業者 那甚至還有一些重要的一些觀光的業者 讓他們可以參與這個活動之後 知道這些活動 然後有一些搭配的活動 在我們辦活動的同時 在周邊一起來推出比較好的這個配套活動 讓民眾到台北來參加我們相關活動的時候 可以感到它的豐富性還有多元 觀傳局舉辦說明會 判攜手旅遊旅宿與相關行業業者 共同推廣台北觀光 讓更多人到訪樂遊台北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